大家好 我是顾俊 然后这边是你们的小云 你们的小云 今天配上麦克风的小云 走点心嘛你 然后手里这边是你们关心的索尼A7R4 好吧 那更神奇的是现在录制这个视频的 也是一台索尼A7R4 好吧 就是双份的快乐 你同时可以看到A7R4拍的小云 跟A7R4拍的小云 跟我 好吧 就是视频效果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 然后照片效果我先放一下给你看一下 吓唬你一下 好 照片效果你已经看到了一些啊 就6100万像素 可以说是非常丧心病狂 同时对模特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友好 你后期好点凶 对于后期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灾难 对于所有的储存媒体来说呢 你真的需要花更多的钱买更多的硬盘 好吧 下一个视频你真的需要一个8T或者18T的硬盘 6100万像素对绝大部分人来说绝对是过剩了 太多了 如果你的疑问是我需不需要升级成A7R4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 那就是不需要 好吧 那现在把视频关掉吧 关掉了吗 关掉了吗 你还没关掉 那就是还想再看一会小云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这台相机 我觉得 我觉得你自己Q4也太好玩了 不然你Q吧 你有麦克风 你有主持功能 那你是要一搭一唱的 那你接下来你问我有什么改进呢 有什么改进呢 郭老师 改进 改进那可多了呢 我先要说的就是它的像素 6100万像素 对不对 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不需要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改进我觉得就对焦方面了 如果说像素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话 那个对焦 真的是每一个人都需要 好吧 那这么高的像素呢 如果没有搭配足够好的对焦呢 有一点点糊 你就会看上去非常非常的糊了 但是好在说A7R4 在三代机型 本身已经非常非常厉害的对焦上面 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 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画面 好不好 看到了它上去病狂的对焦 有没有 这个应该是叫什么实时追踪实时对焦之类的 反正就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对焦了 那如果你用的是A6400呢 你其实已经事先体验过这种对焦了 你要说 对啊 为什么一台几千块钱的相机 也有这个2万多块钱的相机的对焦呢 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觉得这个对焦还不是足够明显的改进的话 我跟你说 索尼A7R4最大的改进来自于哪里 好吧 如果我不告诉你可能很难发现 但是作为一个长期的索尼用户的话 我真的深有体会 最大的改进来自于 它把卡1放到上面 卡2放到下面 就是在索尼前面所有的机型 我不理解为什么卡2是在上面的 就是 对啊 当然是强势的那个是应该在上面 是这样的吗 应该是的吧 你为什么也流露出一种无奈的 我真的感觉 这里你得好好跟网友解释一下 你笑的这个点在哪里 我没有要解释的意思 我以为你说我没有要在笑 网友说你刚刚明明就有在笑 好吧 对 卡1终于来到了上面 卡2终于来到了下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改变 那希望下一次索尼A7R5呢 可以把这个SD卡 正着放好吧 因为那老是倒着放 就是这卡不是应该这么放的 为什么它是反折放的 这个我也不太能理解 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 好吧 那其他方面 其实索尼也不需要有太大改进 因为A7R3就强悍到了丧心病狂 如果你要是不了解A7R3是怎么回事的话 参考我前面那个视频就可以了 好吧 因为我不想让这个视频变得30分钟长 那总体总结一下 就是宽容度是所有级别里面最强的 连拍速度10张每秒 10张每秒在6100万相处的情况下 10张每秒 四个字丧心病狂 好吧 然后所有的什么对焦啊 什么追焦啊 什么的 所以你要有的这些功能啊 什么眼部追踪啊 什么的都有 好吧 A7R3有的它都有 好刚才那一段摄像大哥说很像电视购物 我觉得可能是的 但是你要请你相信 这个完全是一个独立视频 好吧 两台A7R4都是我本人掏的我的血汗钱 好吧 带着我体温的血汗钱买的 就是对啊 那接下来我们聊一下 就是我个人觉得它没有改进的地方 总体来说 让我觉得没有那么兴奋的地方 尽管你前面看到那一段我好像很兴奋的样子都是我演的 老实说A7R4 还好 你为什么 你不知道你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兴奋的都是我演的 你觉得很震惊是吗 不是 没事吧 你讲嘛 你讲嘛 这比较好 大方全人 我以为你要讲点那种什么不能播的内容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就是我觉得 让我觉得比较的 没有那么兴奋的这些地方 因为它总体来说 还是一台索尼相机 那我对于索尼相机 在我过去就是对不对 就是用了这么多其他品牌的相机 有了这么丰富的经验以后 回头看索尼相机 我觉得最大的抱怨来自于它的颜色依然没有改进 好不好 就是索尼你花了所有的钱 在所有的已经足够领先的地方 又进一步的甩开了竞争对手 然后回头你的颜色不管在拍照在拍视频方面呢 我觉得有一点点薄弱 好吧我只能说有一点点薄弱了 那我希望你不管怎么样 你买了其他的竞争对手的这个传感器 或者是色彩科学或者什么都可以 或者是你再研发一个厉害一点 就是我觉得颜色有在进步 但是进步的空间比较小 依然是我觉得所有品牌里面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 那另外一个比较薄弱就是它的视频方面呢 没有任何的进步 如果你拍4K的话 依然是4K25 30帧 在这个领域是不是你听不懂 4K25 30帧听得懂吗 25 30帧听得懂 好那依然还是420 8bit 420 8bit听得懂吗 调色空间 对调色空间非常小 哎呦有进步吗 厉害了 那依然1080p 不对1080p的 我纠正1080p的时候是它的强项 好吧无敌 100 120帧声格 有自动对焦有收音 自动对焦好的一塌糊涂 好吧然后Slog2 Slog3 HRG 所以应该有1080无敌不好意思 但4K的方面我就是觉得 420 8bit 这个有一点点薄弱在调色上面 我觉得当然了 HLG也有Slog3 Slog2也都有 然后自动对焦好的一塌糊涂 然后防抖 防抖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我觉得还是跟索尼的三代机身一样 跟所有的索尼机型都一样 那索尼A7S呢延续了之前索尼使用的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机身 只是那在手柄上面 因为大家都呼声说这个小拇指没法放嘛 所以它手柄弄的更粗大了一点 那99%的人呢认为这样的握感更好了 只有不知道是我个人的原因还是什么 我觉得握起来没有以前舒服了 好吧 我身边的所有人都说握起来更舒服了 所以这应该是我的问题 那其他方面比如按键上面稍微有一点改进 莫名其妙增加了几个锁定的功能 就是可能让你拍摄的时候让你有比较不方便吧 比较容易让你抓狂吧 我也不知道就是 对啊 反正你开心就好 好吧 那在这边呢 这个按机身这边这个开关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盖子吗 应该是吧 反正这个盖子呢 弄上去看上去更像是什么变形金刚之类的 反正看上去好奇怪 是不是 看上去又很不舒服 但可能防水防雨滴的这种功能性会更强一点吧 总之呢 它在一些没有改进的地方 努力的做出了一些改变 然后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用 屏幕我们先说一下 就是它这个屏幕跟以前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那对比起来的话 你依然会觉得佳能的屏幕更好看 好吧 但是这样的屏幕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跟佳能用户同时把你的照片导到电脑里以后 你的就照片导完以后 你就觉得我拍的真好 但是在屏幕上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佳能都是大事 好吧 但是对吧 我不在乎 我从来不把我拍的照片当场给别人看 但如果你要是拍完了以后 想要给你的模特看的话呢 买个佳能相机 那EVF觉得很好 防抖在拍照的时候很好 拍视频的时候手持的效果就普普通通 那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就是 你真的不需要捆根 你就自己在问自己的 对 就是没什么好说 好多东西它跟A723是一模一样的 好不好 对于我来说那就是真的最大的改进 来自于它的像素以及对焦 那有这两个改进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就是在这方面 对啊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在续航方面一如既往的索尼在这个方面 从一下从最弱变成了最强以后 现在一直是最强的 目前我还没有发现 哪一台这个级别上的相机 续航由索尼这么强 就是完全能够支持我NG70多次以后 还能录完这个视频 所以索尼在续航方面是王者 好这么一台A724呢 老实说我真的没有特别多要说的 因为如果你用得到的人呢 6100万像素搭配上这样的自动对焦 我觉得真的是神器了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我觉得真的价格不到一半的A73可能已经很好用了 好不好 就是你现在2万多块钱的价格 我真的不觉得每个人都需要购买A724 如果你有这个疑问 我要不要升级成A724 真的我建议你买A73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比如说职业的风景摄影师 职业的进屋摄影师 职业的盆内摄影师 职业的比如建筑摄影师之类呢 A724绝对是你值得的投资了 真的我虽然用不到6100万像素 但是如果反复观看这些我今天拍的这些照片的话 我真的会觉得哇科技已经进步到这样了 一台全画幅相机在像素上面 居然已经超过了入门的中画幅 5000万像素的中画幅相机 那说到这里呢 你可以期待一下对不对 A724对比富士的GFX52 这个对不对 6100万像素全画幅对比5000万的中画幅 到底哪个更好 那在我看来真的2万多的价格 我真的不推荐大家会购买这台A724了 但是如果比如说一年以后或者半年以后 它降到比如说15000 16000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在目前为止 我真的觉得6100万像素看上去超级厉害 然后它的对焦自动对焦 我真的需要再吹捧一下 真的就是在这个级别里面 在我所有用过的相机里面 我没有见过哪一台相机拍照起来 像A724这么的轻松这么的容易的 那搭配上它其他的种种的这种 就是10张眉眉连拍 搭配上它的高宽容度 搭配上这种高像素 真的拍照变得再简单不过了 好吧 如果你能承受它的价格的话 那这一台相机你可以了解一下 那感谢观看今天的视频 感谢小云在这里占了 我不知道 就你NG了70多分钟 我就占了多久 不齐了 就手机细航多久 我占多久 对 NG大概来两个小时 这是我真的 因为录这个视频老师我真的很纠结 我也不知道到底应该觉得这台 觉得这台相机真的它好呢 还是觉得它不好呢 就非常矛盾 它可能是目前最好的一台相机 但也是目前我买过的所有相机里面 最不能让我感觉到兴奋的一台相机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兴趣呢 记得更关注小云的微博 Instagram B站 还有什么 没有 对 多看小云的照片 从哪里看呢 当然是从我的频道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第二个 离开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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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要不要捆跟这个人 大家 要哪里走 他人一摆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為什麼買兩台啊 買兩台的原因是因為 小姐到時候才是做 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 真的是我自己買的 這個真的是我自己買的 就是不要以為是什麼 索尼送給你兩台之類的這種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收回你放在鍵盤上的手 好不好這個時候我買 你要的話我賣給你 哈哈哈哈 為什麼呢 哈哈 你這樣子的人會以為 我們說這樣子的嗎 哈哈哈哈 為什麼呢 哈哈哈哈 死話怎講 哈哈哈哈 哈哈 郭老師給大家說一說 哎 哈哈哈哈 到底我應不應該 重新來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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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